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看 应该就变得很简单了 那我们开始来翻到总论第二段 其气必须 热能充足组织运作顺畅而无体伤 即使正气内存 身体无致病之因 此时虽有病邪之缘 此因比缘不能和合 故邪不可干 反之 病邪之所以能入侵人体而致病 必使热能不足 且有体伤之故 在治疗原则上 中医所强调的是 辩证论治 故本培缘 即使通过辩体质之虚实 即便药食之寒热 以采取恰当方式 辅助正气 改善人体热能 并使之恢复平衡运作 协助身体达到自我疗愈的目的 代表古典西医的是 西方医学之父 古希腊的医圣西伯克拉底 他有几句经典名言 一 我们体内的自然力量 是真正的治疗者 二 我们每个人体内的自然疗愈力 是获得康复的最大力量 三 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得病 比知道一个人得的是什么病 更为重要 因此 他的医学思想核心 也是基于人体自然疗愈力 强调采取有助于 人体自然预复的措施 是治人重与治病 与以人为本 辩证论治的思想是相通的 所以从思想根源上说 古典中西医都是内求的 以身体是阴为中心的医学 而原始点医学 则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切入 通过实证 发现没有一法 也没有医药可以单独治病 所有的手段都只是助缘 最终都必须内求与身体 这个因 即通过改善热能 修复体伤 来激发与提升人体的自愈力 以达到预防疾病改善健康的目的 这个独特发现 却与古典中西医的智慧不谋而合 尤为可贵的是 它的一条脊椎加七处原始点 兼具经络穴位与阿氏穴的长处 以按推此原始点 并配合温敷所构成的 简易外治法 可快速解除疾病症状 并且与未病之时 如法地补充热能 与按推原始痛点 可使疾病消弭于无形 使中医强调 上宫治未病的保健养生观念 不再是难以期盼的梦想 加上在内外热源应用上的突破与创新 原始点医学证明了 一切热项并不表示热性体质 因而得以将中医辩证 即一针293用药的诊断手段 进行全面的简化与改良 形成了效果捉住的非药物 无侵入性的原始点保健疗法 这样 古典中西医强调的 人体本有的正气或自愈力 如果说过去因缺乏有效的操作方法 而逐渐被医学界所淡忘 转而 极力外求药物功效与手术疗效 那么原始点保健疗法的诞生 终于可为此提供一套 简易而有效的操作方法 来提升正气 激发自愈力 使身体快速恢复正常运作功能 从而达到保健养生 甚至疗愈疾病的目的 所以 原始点医学真正代表了 古典中西医智慧的精髓 是人类医学发展 由博反约的新的里程碑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原始点医学的特色 原始点医学的特色 任何一门医学都必须由医疗保健与理论三者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系 但医学发展到今天尚有诸多不如意之处 比如 医学发展的趋势偏重于解除症状的医疗 却忽略了改善体力的保健 或人为的割裂医疗与保健 以致两者不但无法紧密配合 反而渐行渐远 须知 医疗离开保健 医疗将成骨根之木 奇效不能长久 保健离开医疗 保健则如不食之花 独立难以解症 又如 医疗中的诊断与治疗之间也经常是脱节的 以至于往往身体康健如常 检查却有异常 或以痛苦不堪 检查却属正常 甚至有症状又检查出有异常 经服药手术 使此异常恢复正常了 症状却未必改善 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 在于仪器检测的异常的形态与指数 一属果而非因 不会导致其他症状 因此 不论是将异常导果为因 还是当成疾病来治疗 都无助于他处体伤所致症状的改善 造成诊断与治疗的脱节 至于两者在时间上的脱节 更是从古皆然 这些问题自然也体现在 理论与临床之间的反差 以及不同理论之间的矛盾对立上 原始点医学的诞生 终于使医疗保健与理论获得了高度的统一 在诊断上 原始点医学认为 人之健康与否应以体力之强弱 及症状之有无为准 而从体力之强弱 可以推断热能之胜衰 体寒之程度 以便改善热能增强体力 从按推症状部位相对应的原始痛点 便体伤之位置 以便改善体伤解除症状 前者属内置之保健范畴 后者属外置之医疗范畴 两者虽在治疗上必须彼此坚固 但在诊断上 却不可从症状变体质之寒热 也不可从体质论症状之体伤位置 好 我们这里可能比较深一点 这里看得懂吗 这里这一段 前者属内置之保健范畴 后者属外置之医疗范畴 这个看得懂吗 看得懂啊 那治疗上当然是需要兼顾 原始点按推跟内外热源 都是兼顾的 是吧 这个不需要 这个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但在诊断上呢 能不能从症状变体质之寒热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从症状是要看出什么 以原始点的角度 从症状是要看出体伤的位置 对不对 我们要解决的是症状 所以要知道症状它是由他处引起 或本处引起 是吧 所以从症状不是在变寒热 从症状是要变什么 位置啊 这个就是我们说最重要 你如果不了解位置 你怎么来治疗症状 所以症状不是在变寒热 很明确的 所以这个也是跟中医 稍微有出入的地方 它是从症状直接来推体伤位置 那中医也有是这样啊 他们也是从体伤下手 比如阿四穴也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有症状 其实一开始我认为都没有疑力 其实应该是一致的 好 我那质疑从体质 能不能变出体伤的位置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体质不是在变体伤的位置 有没有 体质是在看它寒的程度 以便来改善它 所以这个在诊断上是有这样 但这些跟中医呢 其实我认为 有些根本都是一致的 相通的 好 我们来看下面 这与中医内治法之辩证论治 从虚实变体力之强弱 以盼体寒之程度 从寒热变药室之药性 以对质体寒 及其脉治法 从症状及患处 推断体伤之位置 而给予针刺推拿等 以对质症状 其实是相通的 好 这里 其实就看得出来 其实到这里 有没有是相通的 也是一样 你看它从寒 我那个虚实变体力之强弱 以盼体寒之程度 那虚实就是体力强弱 对不对 那体力强弱 能不能变出体寒程度 可以 我们也是这样变的 那从寒热变药性 可不可以 可以 中药也是变药性 有寒性 热性 平性 温凉 平这些都有 所以这个也是相通 那外治法 它是从症状患处 去推断体伤位置 而给争刺 按推 以对质症状 这个是不是也是相通的 是啊 本来我早上就有讲 经络也是怎么样 去找体伤位置 来解决他处体伤 所致的症状 所以看来 其实一开始 其实中医跟原始点 没有出入 这里是一致的 好 我们再看下面 由于体伤是 直接导致症状之因 而外治法 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改善体伤 解除症状 所以 找出导致症状之体伤位置 是有效诊疗的关键 原始点医学 之所以能够准确 找出体伤位置 是因为 它是通过按推换处 相对应的原始点部位 经双方互动 找出痛点来确认的 而非单方判定 这个互动过程 既是诊断 也是治疗 在治疗上 原始点医学的特色 是从因解症 以非侵入性的外治法 从他数体伤下手 同时 以非药物的温热性饮食 及温敷改善热能 并在日常生活中 放松心情 重视运动 与休息等保健措施 来提振身体 本有的正气或自愈率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换言之 它以外治法 处理体伤解除症状 配合温敷 并以内治法 及其他值保健措施 来改善热能增强体力 外治内治 互相配合 体伤体寒 兼顾处理 医疗保健 相辅相成 保命为先 解症居次 行与中道 顾客大幅提升 治疗的有效性 及安全性 原始点医学 是做出来的 有效安全 可重复性 为其第一考虑 理论 则是在这一目标达成 并确知其有效范围后的 实证基础上 总结升华而成的 务求与实践相一致 一级说出来的 就必须能做到 故能以一贯之 不自相矛盾与对立 简而言之 原始点医学 是一门简易而有效 廉价而环保 非药物 又非侵入性的自然医学 它离向探源 舍果至因 化繁为简 大爱为心 以学易用 便以普及 不仅可让民众 很快掌握自己的 健康自主权 还可大幅降低资源消耗 减轻环境污染 为子孙后代 留下一片净土 一条活路 好 那原始点最后一项 原始点医学之定位 这里都很简单 所以我不解释 一次念完 原始点医学之定位 相信人体具足自我修复的潜力 所以崇尚自然 敬畏生命 顺应自然 守护生命 是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打破蒙户的藩篱 融会所有医学的宝贵遗产 并在实践中创新 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健康之道 解决人类的所有病苦 再由博返约 使人人都能掌握健康的自主权 是原始点医学的使命 原始点医学所宗奉的是 人体与生俱来的免疫力自愈力 并认为 任何的医疗或非医疗手段 都不能直接治病 只能作为助援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以激发提振免疫力自愈力 重获健康 所以身体才是健康的主人 要敬畏身体 不可轻易毁伤 医者及一切的医疗手段 都不可倔足带袍 这应是保健与医疗的普遍真理 也是古典中西医智慧的精髓 原始点医学 与这一东西方共同的古老智慧是一致的 并将其特有的外治法 使之发扬光大 原始点医学的诊疗手段 并无侵入性 亦不用药物 而是以生活化的方式来改善体质 只调阴而不治病 所以是非常安全的 它虽不涉及医疗行为 却可达到防治疾病的效果 依照常规定义 原始点应属保健养生范畴 但这种诊疗一体改善体伤与热能的方法 对症状与体力是坚固处理的 完全具备了医疗与保健的实质 针对疾病症状的疗效不但有立即性 更有长效性根治性 还可用于心脑之急救及其他急症之处理 所以从其兼具保健与医疗的实质 这个地场称其为医学 可谓当之无愧 这种生活化 却没有医疗行为 却又完全具备医学实质的新型学科 到底该归属于保健还是医疗 甚至是一体贯穿 包含更广的医学 那就见仁见智 各取所需 由民众去评判 让时间来检验吧 好 感谢各位 这几天的课 应该也算告一段落 也结束了 那各位能够这样几天静下心来 一直坐在位置 经过三四天真不容易 那我们今天就在此告一段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